哈喽大家好 最近香港真的好多音乐活动啊 好像演唱会音乐节那样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 真的听到音乐都幸福嘛 我作为一个超级音乐迷 更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听歌的机会了 所以今月想同大家分享下 我整理着今年下半年最正的音乐节 有大型的国际音乐节 都有本地的设计音乐活动 总之就包罗网友啦 准备好没 一起跟着音乐摇摆啦 Let's go 等我们一起看下 今年下半年有没有重点音乐节推载 小麦菲的朋友们 都可以参考下我的提供的扣票连结 一起用音乐滋养我的生活啦 刚到香港的音乐节 就一定不可以不提一年一度的音乐生死 Clock & Flap啦 Clock & Flap 由2008天开始举办 每年都吸引着好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来朝圣 已经成为着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活动之一 今年Clock & Flap 未来十一月二十九号至十二月一日 再度违规 同大家一起狂奔之一 总给不给的小年Clock & Flap有给更精彩 不太好过 音量吃饭 配分都真的没得胆 更加不谁敢挑强大的演出阵容啦 听到Arctic Monkeys Moon 版本农业 一滴国最精明的音乐单位 总有爆红的Yosobi 阿州出场 真的令到爱上的糯米疯狂逗啦 文票更加害 要嗨麦走别人墙口一哄 就知道可以给他们受欢迎啦 虽然今年Clock & Flap的演出阵容就从没公布 但我相信待会一定会邀请到更多重量7个嘉奔 给大家更多惊喜 如果你都想和维港海奔 享受音乐 艺术和美食的完美融合 感受哈 这个国际区音乐盛典的美丽 更就要密切留意官方公布个最新消息 一有消息就要抢飞啦 我都已经好心急想知道今年的演出名单啦 你的最期待哪个音乐单位呢 快点在评论区留言网我记啦 Clock & Flap不单只是一个音乐节 重含一个文化省事 规矩着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创意 在第一度 你可以欣赏到不同风格的音乐表演 从摇滚到电子音乐应有正有 除了音乐 总有各种艺术装置和表演 令你摸不下背 当然 我们小德格总有各地美食 让你一边享受音乐 一边分享美食 真是一个完美的周末活动 所以 无论你是音乐迷 艺术爱好者 还是美食空 Clock & Flap 都一定会定你失望 记得每次留意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资讯 不要错过一个难得的机会 想感受一下香港的音乐活力 最后至3号举行 以《乐流行》作为主题 带来一场精彩绝论的音乐盛宴 今次个演出阵容 同样新光记忆 包括人气男团 MIRROR队长 交主 Anson Lo 鲁汉亭 人气女团 Collar 私立唱作人 林嘉谦 人气歌手 Jeffrey Wei Jensen Yang Ting 周银 Ting 等等 终于香港流行英文里 绝对不可以错过 除了本队歌手之外 今年HKTC9音乐节 曾经邀请到台湾人 带偶像 刘俊瑟秀 韩国R&B 創作歌手Colda 甚至连日去 初恋FIRST LOVE 跟男主角 满岛光 都会带着可可乐队 Mondo Grosso 第一次来香港演出 带来一场 跨越地狱跟音乐交流 第三章 HKGNA音乐节 音乐跨界 惊奇母汉 你有没有能够 古典音乐 同流行音乐 可以装出 顶样的火发 HKGNA音乐节 就会被大暗昧 那个音乐节 有香港关系乐团主办 目的就要想 打破音乐之前 将不同类型的音乐 融合卖一起 创造出 独一无二个音乐体验 今年HKGNA音乐节 会还四月居层 最令人期待的 就会歌声张黑友 同韩国苏情天号IU 破天方的合作舞台 两位司令派歌手 将会一起演绎多首经典歌出 用音乐打破语言的 Gala 相信会为观众 带来前所未有的 词听享受 除了歌声 和IU 跟梦幻联动之外 HKGNA音乐节 中邀请到 多位来自 不同音乐领域的音乐人 包括香港知名音乐人 雷颂德 新生代唱作歌手 LM家天 Per se等等 卡特将会 和香港关键乐团合作 用全新片处 演绎自己的作品 展现音乐的多样性 和可能性 更加令人惊喜的 HKGNA音乐节的 门票嘎嘎 非常沉门 最凭只需巴士们 就可以影响到 更高之瘦的音乐演出 绝对会Wittell所致 第四章 HYPEFEST HONG KONG 202C 潮流音乐盛典 引爆你的感官 想体验最潮最酷的音乐节 真就无可以错过 HYPEFEST HONG KONG 202C 那个集音乐 是世上艺术与一体的潮流盛典 将会在9月 再度登陆香港 为大家带来一场 前所未有的感官森严 HYPEFEST HONG KONG 还全球知名潮流平台 HYPEBEAST 打造个年度生息 每年都会起源来自 世界各地的潮流爱好者 和音乐迷来朝圣 今年 HYPEFEST HONG KONG 将会在9月14号至16号的看 为期三日 带来一连圈精彩的音乐表演 技术展览 潮流四夹等等 绝对会令你默不下节 今年 HYPEFEST HONG KONG 首日演出的嘉奔 就已经令人非常期待 国内知名韩语DJ 此处作家 跟音乐制作人 Peggy Go 将会亚洲登场 为大家带来最佛的一个点眼派对 Peggy Go 一个独特的音乐风格 同时向本媒 风靡全球 今次还可第一次来香港演出 相信为Killian代币粉丝挑战 除了Peggy Go之外 HYPEFEST HONG KONG 总会邀请到更多国际知名音乐单位 从本地音乐人 涵盖 Hip Hop R&B 电子音乐等多种音乐风格 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音乐口味 除了音乐表演 HYPEFEST 总会有多个艺术装置和展览 展示最新的桥流艺术作品 让你感受视觉和森林的相同震撼 整有各式各样的桥流司机 让你和一口买到最新最调的时尚单品 和黑亮版商品 无论你和音乐迷 艺术爱好者等的桥流达人 HYPEFEST HONG KONG 都会猜你们可以错过个年度升级 第五章 自由爵士音乐节 曾经在自由奔放的爵士乐世界 想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闻一片宁静 等身心灵得到放松 更就来自由爵士音乐节 曾经在爵士乐的美妙世界了 自由爵士音乐节 是香港第一个以自由爵士乐 作为主体的音乐节 每年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爵士乐代表 同心静音乐人 为观众带来最純粹 最自由的爵士乐演出 今年自由爵士音乐节 将会在10月26号至28号举行 为期三日 将会在香港多个场地举行 包括香港艺术中心 游街实现等等 等观众可以在不同个环境中 感受爵士乐的魅力 今年自由爵士音乐节的演出阵容 同样新光一一 包括传奇爵士乐钢琴大师 Herbie Hancock 格林美得奖作曲家 金鼓手Antonio Sanchez 天才爵士乐钢琴家 Joey Alexander等等 卡特将会带来精彩的爵士乐演出 等观众沉沉在自由奔放的音乐世界之中 除了音乐表演之外 自由爵士音乐节 总会举办一系列工作坊 工作 电影放映等活动 等观众可以更深入 更了解爵士乐文化 感受爵士乐的独特魅力 无论你是学习乐的中式粉丝 还是初次接受一种音乐的身手 自由爵士音乐节 都会为你带来一个难忘的音乐旅程 快点来参加你一个充满活力 和创意的音乐圣柜 享受一个充满音乐的美好时光 哇! 一口气介绍着我们的风格格 各一个音乐节 大家还没已经 暗门住内心的激动 准备好去延长感受音乐的魅力啊 由Crock & Flap的国际化音乐神殿 到HKT-Sago音乐节的本地音乐活力 再到HKGNA音乐节的跨界音乐实验 一个Hive Fest Hong Kong的潮流音乐神殿 中有自由爵士音乐节的自由奔放 2014年下半年的香港乐坛 可以说是精彩分成 真是令人莫不可见 无论你是哪种类型的音乐爱好者 相信都能够在你的音乐节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狂魂 我已经准备好跟这音乐的节奏 一起摇摆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